大家好,我是雪妮,今天我们来看小胡阿婉所写的三舍三世纸上书同人作品《东华凤九的命运人》第二章 东华在席上待到九国中天之时,方才离席,倒真是给足了这新任天君夜华的面子 思命心君一步一趋地跟在身后,觉得这样冷清的月色洒在地金紫色的外衣上倒显得有些萧瑟 直到走进凌池,才看到一些红色的身影坐在地上,依靠着栏杆睡得正香 他睁大双眼,不由得惊呼一声 呀,是小殿下,他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这凌池到了夜晚,寒凉无比,小殿下还不到上仙境界,可怎么受得了 说吧,他偷偷地趋了趋地金的颜色 东华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就这么淡淡地一撇 无形的气场压得他额头险些落下冷汗 帝君的心思还真是猜不得,他尴尬地笑了笑 那小仙去一旁后着了 便忐忑地褪去凌池外的曲狼静静后着 东华的眼眸深沉如水 蹲下身,手指颤颤巍微地扶上额上那朵艳弧的凤维花 停顿半晌,才又缓缓滑到他的脸颊 这时方能真真切切感受到 这不是昆仑镜中日日盗映出来的幻影 而是真真实实地存在 帝君,孟绝喜欢你,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他的目光有些迷离 当初就是在这个地方 孟就被承御骗着吃下试魂果 懵懵懂懂地跑来抱着他 告诉他,他喜欢他 嘴角微微弯了 他想起,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不用你告诉我,我也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可是昔日带过兵,义过正的天下公主 云云众生,没有人在他面前藏过任何心思 何况白纸般单纯的凤酒 他看他的目光总是那样热烈 带着崇拜,带着痴迷 还带着几分不顾一切的冲动 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 对他动了不一样的心思 可是他知道 他对他从来都与朋友不同 他从他口中掏出了青秋藏了七万多年的心意 他傻乎乎地说了 太陈宫中的朝夕相伴 他觉得这数万年清淡如水的生活 多了些趣味似乎也很是不错 他被魔性卫出的孽畜凤凰所伤 他不忍他受苦 亲自用仙法为他疗伤 终于让他有一点明白的是 肃紧伤他那次 看他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他早已淡入松柏的杏子 竟然难得地动了怒气 而让他大车大悟的 便是夜华表妹由于嫉妒 将化作原生的凤酒跌进索药塔里 他不惧索药塔里乃是身怀父神 大败使地的怪物 只为了仙术会伤他 并守持仓盒 以身相搏 乃至身受重伤 也无所惜 此时他才彻底了悟 这一切的不一样 不过是因为 他对他也斗了心罢了 他以为凡间的仪式 会让他和他圆满 可熟知情这东西 不沾到罢 一旦陷入其中 并难以自拔 凡间的嘀嘀嘀嘀 早已刻骨铭心 正如他答应九儿压 声声逝世 都不不忘记 他不惧天命 纵然失去九成法力 又何妨 却怕这天气 正会落在凤酒身上 东华某种一痛 他想要缩回手 他怕自己忍不住 想要将他拥入怀中 此生此世不再放手 可是晚了 凤酒先他一步 攥住他停留在夹冰的手 一双冥王的眼眸 紧紧地盯着他 也许是今夜的夜色 太过朦胧 凤酒只觉得 此时身在梦中 仿佛是带着 无尽的围去说道 帝君 凤酒终于见到你了 东华猴头一梗 有些说不出话来 就这么沉沉地看着他 梦里见到 日日夜夜思梦着的人 凤酒仍然不满足 亲身搂着东华 靠在他怀里哽咽道 一叶和阿爹 不让凤酒见帝君 将凤酒锁在狐狸洞里 可是狐狸洞里太冷太冷了 凤酒好想帝君 心里疼得厉害时 只好借酒去灌醉自己 因为凤酒知道 只要睡着了 就会在梦里见到帝君了 可是数万个夜晚 帝君你怎么不来呢 这生生气数 几欲让东华落下泪来 他终于抱过凤酒 在他耳畔滴滴说道 对不起 舅儿 我来晚了 凤酒摇摇头 不要说对不起 帝君 你来了我很高兴 你可不可以 再也不要走了 他还没回答 却见凤酒轻轻笑了 眸光也变得几分亲密 你怎会不走呢 我知道这只是个梦而已 梦醒了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思命见东华抱着熟睡的凤酒 一步步走了过来 赶紧迎上去问道 小殿下怎么了 东华看他一眼 没有理他 越过他就向前走去 思命只好摸了摸鼻子 跟在身后 直到转角处 便是喜无功的宫门 才见东华停下来 将怀中的凤酒 跌在他手上 吩咐道 送他进去 并打听打听 他这可喜之症 是怎样回事 思命愚愣 啊 手上连忙接过凤酒 到了声势 凤酒第二日 是被阿里摇醒的 在青秋时 纵然有酒助眠 但他总是天色未亮 就醒过来 望着一片烦惊发呆 可昨夜在这喜无功里 竟睡得这样安稳 想是因为 昨夜的梦太美了吧 阿里见他 傻兮兮地拥着被子发笑 推了推他 阿姐 你快醒醒吧 娘亲等着见你呢 你快洗漱完了 去玉清宫吧 孟姐回过神来 姑姑找我 去玉清宫做什么 阿里无奈道 天宫律法 玉清宫为天君天后居所 夫君与娘亲 也不得不遵守 所以这诺大的喜无功 就只剩阿里一个人了 凤九嗷了一声 想起来了什么又问道 那你小弟呢 他取了名字没有 阿里一本正经地说道 取了 娘亲说 为我取名时 是要离开夫君 所以叫阿里 但是生小弟时 他和夫君正情意浓厚 是要常常 酒酒喝喝美美的 所以小弟名为阿和 娘亲说 阿和年纪太小 将他一道带去玉清宫了 阿和 凤九笑了 姑姑这名字取得还真实 和他性子一样随性 对了 他不经意地问道 我仿佛听说 你的正经名字叫黑子 黑子君 阿里一张小脸 顿时变得苦大仇深的 阿姐你也像我 阿里本来有小道消息要说的 可现在 他赌气似地说道 偏不告诉你 说吧 一跺脚就跑远了 只留下一脸哭笑不得的凤九 诺大的疫情宫里 桃花开了一片 沿着花道转了好几个弯 才看到一座蓝金礼瓦的宫殿 拢在层层烟粉色下 凤九抬头看了看店名 念叨 官居店 引他过来的小鲜鹅回道 是啊 咱们天君说 他和天后娘娘援起凡间 而凡间有诗云 观观居揪 在何之中 正是表达男子对女子的思目 所以将天后娘娘的居所 取名为官居店 缘起凡间 凤九的眼神飘得有些远 曾许何时 也有个人为他铺满宫 紧断红仇 郑重地向他许怒 说说事事 必不负他 还是守在店外的奶奶 看到他 喊道 居上 快进来吧 我家娘娘等着你呢 白浅正坐在安基旁 读着拜体 便接凤九 一股风涩地冲进来 抖着她的胳膊 撒娇似地喊道 姑姑 小九好久没见到你 可想你了 白浅正笑着 斜着眼驱她 昨日大殿上 见到你一探书仪 还和你辜负感叹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 今日一瞧 还像个孩子一样 凤九笑道 那是姑姑疼我 才觉得我长不大 天君呢 她去查会了 白浅随口说道 却见凤九拖着腮 笑阴阴地看着她 不由得脸一红 笑称道 你这小丫头 竟瞧我做什么 凤九笑嘻嘻地回道 我是为姑姑高兴啊 姑姑她对你可真好 白浅自诩 作为一个活了 十几万岁的老神仙 脸皮一向是非常厚的 但是和一个小辈 讨论着夫妻相处之道 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的 她略咳了咳 努力将神色摆正 昨日我听你的侍从小花铃说 你日日可雪 究竟是怎样 凤九近了一瞬 不在意地说道 不过是有几日夜色甚美 一时摊杯多喝了些 哪有那样严重 白浅细细地抢了她几眼 有些不放心道 是吗 凤九站起来转了几圈 笑嘻嘻地说道 当然了 姑姑您瞧 我这好着呢 白浅摆摆手说道 行了行了 转得我眼都晕了 凤九笑嘻嘻地坐下 问道 姑姑 您今日找我何事 白浅看了看她的神色 有些愁愁 但作为一个神洁有些粗条的神仙 再或者 又是凤九表现得太好 所以并未多想什么 只闲闲地抽出几张败帖 随意说道 昨日阿爹在大殿上 请夜华为青秋则一家许 今儿一早 并有许多败帖撑了上来 我随手看了看 挑了几个 你先瞧瞧如何 凤九脸上的笑容 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但却仍然勉强撑着几分笑意 说道 这事 这个事情 急 急不得 白浅正低着头 在看手中的竹简 只当她在害羞 笑道 婚事倒是不急着一时半会儿 单总得挑紧先见见 也要处得来才好 以我看 师父推荐的这个子童 倒是非常不错 你看师父信中写的 说吧 带将竹简递以凤九 却见她满眸凄苦 原来已在筐中打转 心里不禁叹了口气 放下手中书信 扶了扶她的双眼 神色认真道 小九 告诉姑姑 你是不是还忘不掉她 凤九垂下头咬着尘 眼眸中泪水 就那样肆意地流出来 姑姑 求求您了 求求您再给我些时日 凤九一定不再偷了 好好休息先树 立保清秋太平 傻丫头 白浅福去她眼中泪水说道 再给些时日又如何 小九你要明白 清秋一脉 是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 在说日后 你总是要成亲的 何不早早定下来 你能好好的培养下感情 姑姑 姑姑 小九求您了 凤九跪在地上 气不缠声 求您和一人说 小九不想嫁人 小九不愿意嫁人 灭招 白云上神恰巧来吵 白浅一世 正好听到凤九这句话 气得眼都红了 抬手就在虚空中画了一条戏鞭 怒声说道 别以为做乙军 我就不好意思再打你 今日我便告诉你 收起你的丢人的心思 你不嫁也得嫁 白浅眼见鞭子就要落在凤九背上 连忙施了法术 让鞭子凌空遁住 抓住白蚁的胳膊 有些焦急地说道 二哥 好好和凤九说 过些时日 他总能想明白的 他一低头 对跪在地上的凤九说道 小九 你先回喜无功吧 凤九泪眼迷茫地喊道 姑姑 我 白浅突然一声怒吓 还不快滚 将他未说完的话 运生生地打断 凤九看了他二人一眼 转身跑了出去 此时他隐忘了 作为青秋女君的尊严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要嫁人 尊可嫁与旁月 他不知道跑了多久 与人相撞 才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直到有人轻轻将手 扶在他的肩上 那数万个孤心的夜晚 营绕在脑中 深刻于心里的声音 既带着怜惜 又带着无奈的问道 怎么又哭了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谈客 关注公众号大大雪梨 有机会看文字版的哦 我是雪梨 拜拜 喝口 优优独播剧场的 有机会看文字版的 想和节目 感谢 有机会看文字法 优独播剧场的 任何发生 优独播剧场的